乌克兰却说他们又遭到了火箭弹袭击 怎么回事 时间要交给国际组的记者柯信仪 好 主播观众 没有错 我带您看到 1月7号是东正教的耶旦节 那也是俄罗斯相当重要的节日 所以普京是宣布 从1月6号的凌晨0点起 就会停火36小时 不过就在俄罗斯片面的宣布停火之后 乌克兰这边是有指控说 俄方是两度用火箭弹 再度攻击乌东的大臣 克拉莫托斯科市 那有一栋民宅被击中 虽然是没有造成伤亡 可是这个也让乌克兰人就觉得说 俄罗斯好像不是真的有心要停火 那现在乌克兰的总统 佐伦斯基他也表示说 其实他是非常质疑 这个克里姆林宫这边 宣布要停火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认为是俄罗斯计划 暂时停火 但是要为了之后的作战来做准备 另外美国总统拜登 其实也表示说 俄罗斯现在宣布停火 其实很可能是为了寻求 这个喘息的空间 不过就在今天 美国是宣布会再度对乌克兰 进行这个30亿美元的军援 那这也是白宫宣布说 至今对以来 对基辅提供这个最大的援助 那其中项目可能是包括 这个布莱德的步兵战车 还有防地雷反伏击车 以及一些自走炮 还有这个运兵车等等的 那另外德国也宣布 就在这几周之内会再提供 这个40辆的雕属式的步兵战车 给乌克兰 那另外之后也会再援助乌克兰 这个像是爱国者飞弹等等 那这些都是跟美国 就是协议新一个阶段的 这个新一轮对乌克兰的这个军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美德是相继提供乌克兰 包括这个装备强大的步兵战车 也就是在新的一年 要持续支持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 主播 好 那么另外在美国众议院的 议长南产已经投票13轮了 还是没有结果 但似乎是有些进展 要继续交给信仪 好 没有错 那持续带大家看到 是这个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选举 是来到了第13轮 那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 目前他是还没有当选 不过他在这一轮 是达到了蛮多的进展 正常情况下 我们是看到美国议长选举 要达到过半数的 门槛票数是218票 可是这一次的这场议长选举 可说是164年来 最难产的议长选举 因为前面其实已经历时了 整整三天 而且是11轮的投票 都没有投出结果 那共和党的领袖麦卡锡 是不停的跟党内 比较强硬派的议员来进行协商 所以在第13轮的时候 他是争取到了第一次先翻盘了 这个13张 本来是反对自己的这个票数 那接着在这个第二轮投票的时候 又翻转了一张 等于说他现在是总共拿到了 214票 等于他离这个议长的这个选举 现在是只擦了4票的门槛 那现在众议院 是处于这个收会的情形 他们是从这个下午的3点时间 会收会到晚上的10点 也就是说在台湾时间1月7号的 今天早上的11点 他们会重新的 再来进行新一轮的投票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领袖麦卡锡 他对自己接下来这个结果 是相当有信心的 因为他认为说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他已经不断的跟党内一些 比较强硬派的反对党来进行协商 同时他也做出了不少的让步 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他承诺说 接下来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这个议案 来要求议长辞职 同时要确保在消减开支的情况之下 才不会去提高这个债务的上限 另外他也会赋予更多议员 就接下来有提出修正案的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麦卡锡 他是做出了蛮大的让步 也因此他是乐观的认为说 在今天晚上的这个选举 应该就会有不错 而且顺利的结果出现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知情消息 将时间尽头叫还铺内 好 我们谢谢新颖为我们带来 非常详细的分析 根据这个议长出炉的结果 恐怕已经不远了 不过另外还要再来看到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批评中国大陆隐瞒疫情的数据 秘书长更是罕见对中方提出了呼吁 但是中国在周日就要开放国门 就怕陆克是把变种病毒带出去 包括美国 法国 甚至是中东的卡达在内 全球约20个国家对陆克 或是来自中国的航班 寄出了特别规定 挤得满满的急诊室 大牌长龙的殡仪馆 以及多道得用临时货柜 安置的遗体 这些正在北京 上海等城市 出现的画面 无不显示中国大陆当前 疫情海啸的严重程度 前所未见 但官方上月底 停止公布染疫病例数 确诊死亡人数更是低到离谱 从这波疫情爆发到周四只有24例 这数字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 世界卫生组织周三与中方 进行线上疫情讨论时 与会的中方官员终于承认 从元旦以来的四天 至少有21.8万起新增病例 但这些数字 世卫专家认为仍是严重低估 世卫专家罕见的隐晦批评 中方在多方面瞒报数据 从美国到法国 无不表达疑虑与担忧 在美国到处 外界對中國不透明的疫情狀況 最大的憂慮就是 面對本週日起 北京當局將重開國門 一方面讓廣大陸客得以自由出境 為全球旅遊業帶來商機 但另一方面也等於讓大陸境內 廣為散播而且默默變種的病毒 隨時可能跟著陸客 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 也因此從亞洲 美洲到歐洲 當前已經有約20個國家 陸續對陸客祭出入境限制 包括週四推出新規的 希臘 瑞典 與德國 這些新規定包括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 必須在海關接受採檢 陰性才能入境 或者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 上機前得提供48小時內的陰性報告 此外包括荷蘭皇家航空 在內的多個國籍航空 則對來自中國的長程航班 進行污水檢測 以便觀察病毒在中國的變異情況 就連高度仰賴觀光業 向來大力擁抱陸客的泰國 都把已經取消三個月的邊際防疫措施 重新抓回來 要求所有入境旅客 都得出示疫苗與相關保險證明 雖然官方強調疑視同仁 沒有特別歧視路客 但對於正趕著打疫苗 追加劑的民眾來說 到底防的是什麼 大家心知肚明 當然也有包括波蘭在內的不少國家 認為當前該國國內流感帶來的風險 比新冠肺炎更嚴重 或者認為疫情降溫 而且疫苗普及 增加邊境管制 對於保護國民健康沒有實益 北京當局則始終堅持 自身疫情的處理方式透明 也喊話國際社會 不應該採取任何歧視性的做法 但無論如何都得面對現實 走過三年疫情衝擊 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能接受重回三年慘淡 而不論是疫情真相的透明披露 或者邊境管制的嚴格或放鬆 都是每個國家在自身利益 最大化下的選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另外醫師蘇一峰發文表示 有台商反台後確診 卻沒有在第一時間就醫 變成了大白肺 插管病危 要聯繫給周又璇 北市聯姻雄腔科醫師蘇一峰 昨天在臉書發文表示 一名60歲台商反台三天後 感覺身體不適 壞篩驗出陽性 卻未第一時間通報 拖了整整四五天胃好轉 才來求診拿藥吃 結果X光照片顯示 已經呈現嚴重肺炎的大白肺 現在給抗病毒藥物也擋不住進展 已經插管病危 蘇一峰坦言 現在有點搞不清楚 病人是在哪裡感染確診的 因為拖了好幾天 病情惡化快速 如果沒有趕回來 留在大陸恐怕是死路一條 現在要努力搶救 以上資訊主播 休息一下 稍後繼續看到 有外送員發生車禍 餐點都飛了出來 變成在地美食 另外周杰倫要在馬來西亞巡演 卻有不少人要他別辦 怎麼回事 廣告之後有完整資訊